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来到白宫见 我是张金毅 因为我在中东留学过 所以我是格外关注最近短短7天内 中东局势的突然变化 这包括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 以色列和伊朗在叙利亚的直接交火 以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到耶路撒冷 造成大规模死伤 伊核、伊蚁还有蚁巴冲突 是当前中东最严峻的三大问题 在7天的时间内是通通恶化 这背后与特朗普政府是脱不了关系 而这不只对接下来中东的局势 是埋下了隐患 也将冲击整个国际局势 这一期先不讲中东局势会往哪走 我要谈的是 事件背后的特朗普政府打的是什么算盘 5月8号在法国和德国领导人 接连访美说服 与美国政府内部评估 伊朗根本没有违反核协议之下 特朗普还是断然的退出了伊核协议 特朗普的这一决定 让盟友法国 德国 英国 是纷纷表示遗憾 而原本寄望 核协议能够缓解经济制裁 改善民生的伊朗人 看到美国出尔反尔 是走上了街头 甚至在国会里烧起了美国国旗 退出伊核协议过了一天的时间 5月10号 伊朗和以色列在第三方的土地 叙利亚境内是直接交火 这也是将近半世纪以来 以色列对叙利亚最大的军事行动 在联合国跟各国是纷纷呼吁 伊以双方克制的时候 美国突然是发出一纸声明 选边战说 美国谴责并警告伊朗 还表明了强烈支持以色列的态度 然后过了一个周末 5月14号 特朗普实现了去年底 震撼世界的宣布 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 正式迁到了耶路撒冷 一边开馆仪式上是灌溉云集 特朗普发视频祝贺 他女儿伊万卡是微笑揭幕 一边不到百里之外 加沙地带边境爆发严重抗议 现场犹如人间地狱 巴勒斯坦人烧轮胎 投掷石块泄粪 换来的却是以色列军警的开枪射击 还有无人机投掷催泪弹 造成将近60人死亡 其中最小的是吸入了过多烟雾 而死的8个月大婴儿 另外还有2700人受伤 对此悲剧 多国的舆论是抨击 连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 都表达了不满 但美国怪罪的却只有巴勒斯坦一方 中东三大恶梦是同时发生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在起 曾经宣称要把以色列 从地图上抹去的伊朗 和以色列是正面交锋 而现在伊朗也说 不排除要重新发展核武 接下来中东的局势 只会更加恶化 不会好转 特朗普方面为什么感冒天下之大不韦 打开这潘多拉磨合呢 最表面的是实现他的竞选承诺 无论是迁移使馆和退出协议都是 深层次一点就是中东乱举起 力挺美国军火商的特朗普 就能够卖更多美国制造的武器 光去年特朗普上任的第一年 美国卖的军火金额 就创下了18年来最高纪录 同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将能够推高油价 这对美国石油生产商也有利 猜猜看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是哪个国家呢 沙特 俄罗斯 不对 是美国 去年美国生产了全球15%的原油 从特朗普政府敢不顾盟友反对 与无视国际批评 也让人越来越看清楚 他是如何来实现他美国优先的政策的 答案就如同他女婿库什纳在耶路撒冷所说的 认清事实的强大美国 简单说也就是利益和实力至上的美国 如果符合美国优先的利益 特朗普政府是不排除会绕过现有的国际规则或秩序 打破现状 单边用实力来讲话 以求快速地达到目标 而中东的乱局 看来也符合特朗普政府的利益 而这恐怕也成了和特朗普政府打交道的语言 实力就是一切 而这一点德国总理默克尔看来也已经有了认识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们的昨天也有了 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财务 更多财务